那么家中有养狗的人常常会送去美容 但是呢就有一名可怜的狗主人 把自己的雪纳瑞送去美容修毛 没想到店家把毛全都剃光了 这雪纳瑞一秒就变成了胖板吉娃娃 而店家居然回应说他们是搞错造型 收拾胡子 薄薄眉毛 毛茸茸 卡哇伊 标准雪纳瑞应该是C这款 但有网友把小宝贝送去美容 set一下 想不到回来变成这副模样 毛里 毛里 是谁说要剃光头的 这不是雪纳瑞 是小土狗 是发福的吉娃娃 看看狗狗趴在地上的无辜眼神 好像在说那也安嘞 主人的心都碎了 回店家理论 却只得到一声哈哈大笑和一句 不好意思 我搞错狗了 因为你知道它原本是雪纳瑞 可是它被剪成这个样子 你太可怜了吧 我根本毛都不见了 毛都不见了 雪纳瑞应该是基本上毛最多的 就是整个脸这边会有盖色 宠物美容出包还不止这一桩 看看这只原本帅气德国狼犬 上一趟美容院却变 这是减肥成功的宋士犬吗 还是模仿向日葵啊 还有这桩真的是惨啊 优雅高贵荆棘籍啦 剪完不是加肥猫是什么啊 妈妈说要短一点短一点到底多短 所以有照片辅助的话 其实帮助还蛮大的 通常我们会用新美容室出来沟通 然后配合这个造型书 宠物就是拿来宠的 但如果被美容店失误 剪错了发型 除了主人抓狂 狗狗自信心也可能受影响 只是不知道法律有没有规定 狗狗是不是也能请求精神赔偿 记者黄明君文宣台北采访报道